這次在地方首長選舉 藍營很少十三個縣市 不過正副議長選舉 除了高雄 包括臺南 花蓮 還有基隆 也都出現了 國民黨議員危機跑票 其中基隆更導致國民黨 從一九五零年以來 首次失去基隆市議會的主導權 國民黨文傳會則表示 各地將會陸續召開 考計會 按章來處理危機黨員 而有學者則認為 國民黨多人跑票情況 此況 可能會衝擊黨主席 朱立倫的領導為望 交接應信 基隆市議長選舉變天 國民黨張芳麗 倒戈民進黨同志偉 關鍵一票讓民進黨 奪下議長 張芳麗說 為了報恩 因為曾受同志偉 爺爺同勇的幫助 但國民黨基隆市黨部主委 吳國聖直言 一定要開閘 國民黨在二十二縣市議長選舉 攻下十五席 民進黨四席 五黨籍三席 但藍丟失 關鍵基隆市議長寶座 是自一九五零年以來 首度失去議會主導權 國民黨九合一大選 橫掃十三縣市 卻沒能在正副議長選舉 延續氣勢 基隆 花蓮 臺南高雄都有危機跑票 高雄副議長張俊傑 被綠營挖牆角 選前退黨 花蓮縣議長張俊當選後退黨 不只讓黨中央協調機制 是零收場 更衝擊黨主席朱立倫 領導威望 黨內分裂 浮出警訊 學者分析政黨約束力大不如前 國民黨必須重新思考 與地方原有的互動模式是否失效 強化與地方派系的溝通 降低對2024的衝擊 記者 黃曼謝正麟 金龍 太平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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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為何要想把 替我還是得有 天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